还是啥玩意的 就是那个 咱那个微信里面那个推荐的一些 风险极低的那种 我一看那不行啊 那你一年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你发现那么还不如放在那个 微信零钱通里的那个吻称呢 就是他的风险跟他的收入根本不成正比 那我何必冒险呢 所以后来我就全出了 没赔钱 没赔钱 赚的就跟你放零钱通那种 完全没有风险的差不多一样 我都看透这个事了 不整了 不整了 然后好像第二年吧 就是他们买那些基金啥玩意 都赔挺多的 都赔挺多的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风险跟他那个 收益不成正比 那我天天的看着赔了赚了赚了啥玩意的 最后最后一算 并没有多证 那你何必呢 我就再也没弄了 再也没弄 你说总共才预计的那个收益才三点 三个点四个点 你说还有 你有那个必要吗 没有必要 你就把它放到那个 我看啊 这是那个 我看现在那个是多少 我看你 不是有那个零千通吗 零千通的收益率是 百分之1.91 1.91 它是随时可以取出来的 1.91还不行吗 1.91 你们可以选 这玩 这个是绝对不会是负数的 这个可以选 你可以看各家的这个收益率 我现在选的这个是1.91 这脑袋玩不了 不是脑袋的事 是股票这个东西 它 是股票这个东西 它受的影响太多了 它不是简单的啊 我能算出来就怎么怎么样 理上财了 不理 我理不了财 你们没觉得普通人理财 真正赚到钱的人 很少很少吗 很多时候都为他人做了嫁仪 这东西不能看一时得失 我这个零千通是1.81 所以你可以选 牛顿炒股都赔了 股票它不是简单的数据 这样的东西 有的时候可能拼的是运气吧 那玩意儿你说谁能搞得定 就你别羡慕 2008年的时候 真的所有的人都 都觉得自己是股神 上半年可能都觉得自己是股神 然后突然就那啥了 股票这个东西 我能算出来天体运动的规律 算不出来股票的涨跌 股票它 它不是纯的数学性质的东西 反正我就觉得 赚了点钱 还一天到晚还在看着各种的 赔钱了还难受 挣钱了也没挣多少 挣钱了没挣多少 赔钱还难受 你说何必呢 爱谁挣谁挣什么力气 你想那钱爱谁挣谁挣吧 我是不挣那钱了 挣不了 挣钱最后 玩股的还凑吧 有的人还敢玩期货 还敢玩期货 那更猛 更猛 那天我看一个财经专家 有个人跟他连卖 然后这个人可能是赚到钱了吧 什么十万变成三百万 他就跟那个财经专家说 他说 我觉得我悟到了 这个人说 我就告诉你 在你钱没取出来 并且以后再不管的时候 这钱都不属于你 这钱都不属于你 可别说你悟到了 你只要你有这个想法 等待你的马上就是一个深渊 你这三百万怎么挣的 就得怎么赔进去 我觉得这个人 这个讲财经的还是挺那傻的 还是挺说实话的 他说你打住 你可千万别说你悟到了 一般一个人说完这句话 等待他的就是 打脸 说普通人呐 挣这点钱有多难 挣钱难让钱不贬值还难 也别说不贬值了 能把这钱留点那啥就够那少了 我不说吗 再咋地你得整个社保 可能80后这一班人老了之后 后面接查的人少了 可能你的社保就是返还的会少 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年龄老 你老了之后有一笔固定的进来的钱 它就是让你不是那么慌的 真的不是那么慌 这个钱千万保证你饿不死 千万保证你饿不死 这个钱是什么事 你别觉得哎呀 有的人在网上说 哎呀我现在自己存钱存银好像是一样的 你问问自己能存得住吗 你问你自己不交保险啥的 你社保上你自己最后存得住吗 其实你存不住 你要有那 对吧你自己你可能存不住钱 但那个强制的东西就 你有没有社保都影响你孩子以后找对象 你有没有社保都影响孩子以后找对象 大富豪除外啊 我们就说平手老百姓 你看多少那个找对象的 先问你父母有那个保险吗 有退休吗 应该说有退休吗 对吧 你有退休金的 你家孩子在那个婚恋市场都占点优势 真的 你说是不是吧 退休的还分呢 人家说你你爸妈是那个什么公务员啊 老师退休的也是一个层次 那个公务员退休的还是一个层次呢 你说哎呀 家里是没有没有保险 家里没有保险呢 那好多人都打退堂股了 咱可别给孩子天赋的 别就看眼眸钱 人这一辈子啊 有的人只管今天不管明天 是吧 只管今天不管明天 那会儿交个几万块钱就能 以前比如说是农村的 没有交过社保的 有一阵有政策交几万 交几万你就可以以后 人家有的 对吧 赶紧交上了就行了 有的人还怕 哎呀我要交了 我第二年死了怎么办 死了没事了 他没死呢 脚大实地赚点钱得了 别想那些不义之财 是啊 你挣钱挣得坦坦荡荡的 你什么时候都不怕 是不是 人家说话干啥 有的人老是觉得能害他还是什么的 哎呀我 我交了保险干啥 我在死了 好像哈 你交了保险 你这个死 就是你如果没那啥死了 也有补偿啥 我这人就没啥横彩 我也不想发那横彩 我也没横彩 我就是 我专门 有的人是专门挣偏门的彩 我也没有 我从小到大哈 就是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彩票 是就是妈在那个一个箱子里掏那种像 像那是呱呱乐还是什么 就像团个纸团 我印象贼身 我我妈 那个时候两块钱 那个时候也是两块钱抓一次 那个时候两块钱跟现在两块钱还是不一样的 我小时候的两块钱可比现在两块钱值钱 然后让我抓 我抓就 抓个毛巾呀 抓着不值钱玩意儿 我抓不了那个啥的 两块钱一次 我买彩票 彩票大家也不用玩 我买彩票就是中五块钱都很少 人家眼镜还中过二百的 眼镜中过二百 对了五个数 七个数对了五个数 我五块钱基本上都没中过 后来那个福利彩票 那个小垃圾事报了之后 更是看透了 我中过一个笔记本 你你有点想偏财 我真遇到有有有那个偏财的 就是他的钱好像都是偏财来的 正财一点没有 我就没中了 那啥时候中奖啊 就是就是安慰 从来都是安慰奖 中的最高奖金十块钱赔了 因为以前也是两块钱一注 但以前的两块钱 我觉得肯定不止现在二十啊 肯定不止现在二十块钱 比现在二十块钱购买力高多了 不能说二百 二百可能达不上了 我觉得不止二十 因为我小时候那个吃那个叫什么来 我一个个条状的那个五颜六色的 那个条的是五分钱 一毛钱 酸梅粉是五分钱 你们想两块钱买多少 花钱还有分 对啊 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酸梅粉 不就是五分钱一袋吗 现在想想那会吃的是个啥玩意儿 酸梅粉就是五分钱一袋 酸梅粉到那是个啥东西 还有那个糖 就是那个绿色的糖条状 好像也是五分钱 两块钱 我的妈 我都难以想想能买多少 糖膝盖一分钱一袋 你不知道 有那个这么这样 叫什么南瓜糖还是啥 我记不清楚多少钱 我记不清楚多少钱 黑风来 那双眼动人 我和你一袋 嗯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干海参 就是几十块钱一斤 我大姨还说 哎呀那时候还身便宜 才几十块钱 我大姨忘了当年就挣几十 冰棍五分 糖精加水 雪糕两毛 哎雪糕两毛我记得 雪糕两毛我记得 等我到了初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奶奶那个 那个叫什么五毛钱的 叫那个叫奶块还是什么的 那个时候就有五毛的了 我如果是你们自己在家里画 你不要常温这样画 听到没 不要常温这样画 在冰箱的保鲜层放上水画 啊 你看 这样画 他表皮你看 就是热的哈 就是那个掉闸着那种感觉 家长男友要钱 因为那个时候我妈教我 我都跟我妈要钱 夏天必须吃个雪糕 夏天每天必须吃个雪糕 我身上这块我这摔了个疤 就是因为这两块吧 就是因为着急去拿小包吃 然后摔了 历史复习到明清时候了 老师又在点名 第一节英语对答案不改错题的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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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玩儿子 不容易啊 你说晚上九点三十三 然后那个政治这个是课代表吧 发了一个政治课背诵内容 你这不扯吧 九点三十三还不睡觉 想想还是80后童年最幸福 幸福啥呀 你跟人家现在的孩子比 你幸福啥呀 你说别自我安慰了 还幸福 物质匮乏的年代谈什么幸福啊 你现在想的全是以前美好的时候 你忘了以前受的罪了 当然比70后幸福那是肯定的 最近数学在复习图中基本公式运算 没人家基本公式 对对对对 完全乒乓公式不会 我们老师说 初中啊 高中高中也没12点呢 高中 有一些人学到10点多 那睡不好能学好 初中啊 这些孩子才12 13呢 你可能人家有的孩子现在学 我觉得妈呀 12 13岁你让他9点多还不睡觉 他第二天早上怎么起呀 睡少了不长个 他们没有碗子起 他们好像初四有碗子起 初四有碗子起 我现在 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就 自己试着去看开的 我觉得现在孩子吧 这个孩子吧 我越来越觉得啊 就成绩这个东西 不能说你就成绩差不行啊 但是只有成绩好也不行 其实进入到社会很不吃香 我8岁上一年级 14岁上初一那个年代 我还记得8岁是虚岁吧 就7周岁 现在孩子都是6周岁上学了 现在孩子都是6周岁 孩子不能比 对不能比 哎有的时候着急 你说你总不能让他考不上高中呢 你说那 考不上高中你说去干嘛 眼镜 眼镜那个亲戚他 他其实还是个老师 他还是个老师 你们想啊 就是老师这个群体啊 我妈是老师 我跟你们讲 老师这个群体 是最能比孩子学习的 这个群体 是最爱比的 比工资 比职称 比孩子 比老公 这个群体是最爱比的 他他那个亲戚他还是个老师 然后他孩子学的不好 高中没考上 去了哪 去了 威海嫩 去了个啥 哎 现在不叫中专啊 现在他叫什么来着 他不叫中专 叫个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称呼这种学校啊 他可以读三年之后 再读个两年大专 哪有学习氛围啊 这学习真的是讲的有氛围的 这个班的学生都学 你不爱学 你起码你都不会太夸张 那哪有学的孩子也能都 那不纯混日子吗 都赶不上去学个技术 老师这群体现在收入是最高的 那你说收入最高 那也是有点扯淡啊 那也是有点扯淡了 你山穷水尽啊 去郑州考试这些老师 现在老师细细 那你有点扯啊 他收入不低 但是绝对不是什么最高啊 那扯了 那太扯了 有一些老师可能有一些灰色收入 在外面补课的不知道 他不低 但他绝对称不上最高啊 老师占一个优势 就是他退休了之后 退休工资 相对来说 比你在企事业单位那种 交保险的要高一些 人家是去考中科大少年班了 我不去羡慕这些 羡慕这些 人活不了了 我不羡慕那些 我其实对我儿子的要求我一直说 我不是那种特别 我不是那种特别什么的家长 因为我自己 学习嘛 就是 中游网上 我不指望我儿子多牛 多牛 考什么特别冥逼的学校 他是我生的 我自己那样 我不指望他考多好 但不能在后面 你不能说我高中考不上嘛 我不是那种特别 鸡娃的家长啊 不是那样的 哎呀那你说那私劲呢 那不好说呀 那你说你偷偷 你偷偷私底下收钱 那不好讲啊 那那是私底下收钱的啊 这个老师有点不理智啊 像老师这个群体 其实盯的人很多呀 盯的人很多 你自己偷妈补点科 挣点钱就算了 你还去买别墅 除非他就无所谓了 我我被被辞 因为老师是不允许 在职的老师是不允许 在外面整这些东西的 被举报了 你这个工作都很难保的 工作都很难保 有点太招摇了 不是说每个老师都有这个本事的呀 手里都有点钱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你说有钱是跟谁比 你要说老师呢 是跟那个 服务员啊 一般单位上班的可能是多点 但他们不是收入最高的 但他们不是收入最高的 他们挣的不少 没有很多 挣的不少没有很多 我家有一个亲戚是在烟台当老师 她是 她是在烟台 待遇老师她也分地区哦 她是在待遇最好的那个区 加上亲戚应该比我小几岁吧 一万两块钱 一万四五 就是平均到每个月啊 一万四五 你说这个收入高还是不高 童年那会老是呢 因为童年那会不卷啊 就是没有谁私底下补课的 一万两块钱 听我妈说好像是人家能挣一万四五 咱也不知道真假了 我说哎怎么她的工资高呢 你像我老家 嗯那个农村啊 就是他们毕业进去的 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 就跟你在哪教书有关系 退休的他们会拉平 退休是退休的机制 我还有个妹妹当年考 考老师没考上 好多人报考 只招一个人 只招一个人 没考上 人家这个就考上了 这个是 这个亲戚是我爷爷的哥哥的孙女 妈我应该叫啥呀 也是叫妹妹啊 我爷爷的哥哥的孙女 现在老师不好考 对 其实老师从那个什么 待遇提高 应该从两千年以后 就 就不是多好考了 就不是多好考了 越是 小地方 其实老师的就是 你看在我们农村吧 农 你在农村你就可以 老师基本上就是 收入最高的了 不能说最高 跟农村有当老板 除了老板这个阶层 老师就是收入最高 老师他只找老师 最差早的公务员 因为公务员 挣的不见得有老师多 就是我们乡镇的公务员 挣的应该是没有老师多的 但是你说在城市里面 真的 你城市里面高薪的职业啊 还是多的做销售的 你就说危害吧 就是 微高的在外面跑销售的 那他 在天天在外面跑 他也一年挣个十万八万的 他能干吗 他不能干了就 对城市里比老师的多 我说的老师不是说像你们那种的 天天嘛一补课 挣多少多少钱那种的 不是这种的 今天热三十七度多喝开水 谢谢啊 谢谢刘云姐帮我点一下关注吧 原来职业 我就跟你们说我以前公司不就知道 那些搞销售的 搞销售的 搞技术的 有一个技术辞职了 他是做电控的 你知道那个技术的 就光这些人知道的 他一个人搞了二百多万 两年的时间还是一年多 搞了二百多万 就怎么搞的哈 谢谢谢谢刘云姐 就怎么搞的 就是他搞的电控罚块那一块呢 就是他主要是他给出技术方案 他给出技术方案呢 有一些做好了这个技术方案 他不通过公司的这个走 他自己搞一个公司 通过那个走 然后他自己搞的公司拿的那个价格 居然比我们之前那个公司拿的价格还要低 所以人家肯定愿意啊 因为电控这边他就可以控嘛 我把这边 就是 我们当时的那个公司的价格给抬高一点 自己拿 自己拿 跟那个 嗯 供应商去找低一点的价格 他自己搞了二百多万 二百多万啊 亲啊 他的公司应该是一年二十来万 二三十万吧 他自己搞一年多就能搞二百多万 你说谁不心动 你说有没有外快 后来被发现了 辞职了 辞职也行啊 那钱也不可能吐出来了呀 对不对 钱也不可能吐出来 哎我都知道他们那些销售的 这是我知道的 我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 销售的就是做两套方案嘛 做两份合同 做两份合同 我们说一个笨 一个笨挣一万多 二十台笨 二三十万 那也行了 二百多万 嗯 挣到你一年多就一 一两年就能挣二百万的人 肯定不会 停手的 他肯定自己在接着搞嘛 反正那一块他技术很成熟 你们公司管理漏洞太多 对啊 是啊 私企嘛 而且 而且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啊 有一些东西 他 尤其是涉及到给 大的主机厂家采购回扣的一些东西 他你这些东西是 你也不可以说 我背后再去核对 到底有没有给 给了多少 这个东西是没法核的 没法核的 而且可能他们 搞这种灰色收入 他不是一个人 可能是上下已经打通了这条渠道了 就是从上面出了老板不知道 剩下这一条线上 每个人都能提点钱 那你们说 对不对 有一个是做 油田设备的一个减速机 那一台减速机十多万 一台减速机十多万 你知道做这种油田的吗 都是 我不知道反 我说反正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如果是按照我们 我们这样的 可能我们看到的价格 已经是加上利润了啊 我们知道那个差价是差很多的 那中间是啥 肯定是给油田的 各个那什么去反 然后有一次那个做这个业务的这个业务员 自己写了一张申请单 被人与多贼 跟那个副总说 刚刚跟张总说了 张总是大老板 跟张总说了 就是给这个人 反个十来万上的 这个副总一听 哎妈 张总说了 他就签了字了 这个大老板一看 哎妈 副总签了 要不说大老板还是大老板 就问了一下 一般那个就是那个副总 就是那个副总是谁呢 那个副总就是 反正我看来也挺不顺眼的 老是给我为难的那个人 就是前面老板刚说这个车不允许 假期的时候借出去 他就开始给我借 因为我管这些吗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老板刚说了你就跟我借 我不借你就去让上老板那去告我的状 他们那车又不是我的 爱谁借谁借是不是 我何必要得罪你呢 是不是上面给我下了指令我才不能借 然后找了老板之后 老板就来找我 说我不圆滑 圆滑你吧 所以说你在企业里 就不要搞行政 搞行政 里外里人不是人 就那个 然后就就对出来了 是他自己整了这个东西 十来万 那你说他能这么干 他肯定不是第一次干 那之前那些钱都进了谁的腰帮 领导也是下面干上去的 领导 他们回头收入老多了 不是靠 而且你在一个公司干的越久 这些套路越多 刚进去你还有点顾忌 再就是老板一颗扣奖金啥的 后来想你颗扣我 我肯定给你弄回来 所以他们都有点丝活 都有点丝活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 就像 也不是说老板不知道 就有的时候就像那个 就像皇帝啊 让这些 对对底下的这些贪官一样 他知道你贪了 他知道你贪了 但是你不是太过分 给他创造效益了 就是 知道你贪了 也是 你是个贪官 但是你能干事 他有的时候 他会达到一个平衡 他也默许 他也默许 他也会默许的 只有这些内务 只有这些内务 谁让自己不创造利润呢 毛用没有一点工资最低 灰色输入是零 也就我这个岗味 能沾点那个什么 但是我这个人 他们脑子出出了 我这个人脑子出出了 二百多万哪 亲哪 真的是 你说对 二百多万 多少人 干工作 干了一辈子 也没攒下二百来万 是不是 应该这样说 就二百来万 可能挣了一辈子 都够强的 挣出来这些 更别说攒了二百万 所以我为啥要辞职啊 因为我已经看到我的未来了 我看到我的未来了 我的未来就是拼死拼活干 也挣不了几个钱 就这些领导 就这些领导要是JJ多共斩首的 那个威海那个以前那个市长 17年以前的市长叫孙树涛 你们可以 孙树涛 后来调到济南了 然后这个人被抓了 我昨天听我跟我爸话那家伙 跟我讲 就是我认为就是去调查的都是 比如说 他的手下 他以前在 威海的 比如说他当时是市长吧 那副市长啥晚上 是去调查手下是吧 不是 威海那些大企业的那些大老板 一个都被叫到北京去了 我说怎么大老板要叫去北京 就威海以前那些大老板 佳佳月的 然后威高的什么 威健的什么的 都叫到 叫到北京去了 然后 然后 听说 听说那什么 只有威高的还没回来 我说我以为这事都完了 真的呢 因为通告出来了嘛 就是 但是没有 我还还在继续 还在继续 算了又提醒了 哎你咋知道提醒了 哎你怎么知道提醒了 我是抖音的提醒 我我没看到这个也提醒了 哦我刚刚没注意 哦我刚刚没注意 五点半了请我差不多了我也要结束战斗了 我也要结束战斗了还有没有人就也要小个头了 因为之前缺货了啊 现在你们要小个头的是要的 小个头的 小个头的 一些东西 太使劲了 那一千块儿 那你一千块儿 不得太沉溺了 那我只有心呢 那我还没有得太沉溺了 那我连そ沉溺了 那我我来一门 抖音老是 老是给我推 50到60这个年龄段的人 点我的关注 50到60之间的人 基本都有退休金 不行 这些人消费能力不够 就是第一个消费能力不行 第二个不舍得花钱 就即便有吃海生 都挑便宜的奶 很多啊 不是说所有 给我推的这个客 这个什么不对 他可能觉得这个年龄段 吃海生人多的这个年龄段 花钱还得看年轻人 对啊 不舍得花钱吃点 人老了之后 等咱老了之后也是一样 花钱跟你 因为你年龄 那个什么了之后 你的赚钱能力低之后 你自然你花钱就 就不敢抓 如果说你年 对吧 你这个赚钱能力一直在 你年轻的时候一年 你年老了之后 你赚得比年轻的时候还多 那你肯定你这个花钱能力 还是在 他就是说 他赚钱能力降低了之后 他消费也会降了 我要退退了 拜拜 明天见吧 钱好赚 这起码他敢花 太年轻了也不行 太年轻了 他还是缺乏对健康的尊重 太年轻了不行 其实就是三四十的人 是消费海参的这个 既有消费能力 也有这个理念 他也愿意花点钱去吃点好的